击败堵城拉斯维加斯多家五星高档豪华酒店 并且获得今日美国报旅游版读者票选 最受全美民众最喜爱的度假村 第一名的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最近特别宣布总金额高达两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的拓建案 正式展开动图的仪式 目标打造结合休闲娱乐跟博彩最豪华的度假空间 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 其实在赌场这个行业也开始形进向荣 尤其是以USA Today今日美国报票选第一名的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为例 他就展开了一个两亿八千五百多万美元 包含内外整个的一个扩建计划 到底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找来联邦到地方各级民选官员排排站一起残土 象征Termincula市最大一笔扩建案正式动吐 大庄家发展集团总裁Patrick Murphy表示 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大庄家赌场度假村 越来越受到全美赌客和游客欢迎 因此迫切需要扩建 我们已经整理了我们的宿舍座 所以我们必须建计更新的空间 帮更多人们 然后他们可以长久 享受座家庭的地方 我们有座家庭但它是一个小座家庭 所以我们需要更大座 还有更新的空间 不只要新建其一栋 拥有568间四转等级的豪华酒店套房 提供赌客更舒适的环境 迎接未来更多人潮与车潮 赌场更投入2000万美元 协助拓宽车道保持交通顺畅 而延续热烈欢庆2016年 以及紧接而来的中国农历新年 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也热情宣布 他们都准备好了 要以更丰富多元的博彩奖金与奖品 欢迎美国华人前来过新年 从2月开始连续四个礼拜的抽奖的活动 只要有Pajanga的会员卡的朋友 来刷一下你们的会员卡 就会有机会得到现金的红包 或者是Easy Play 或者是有其他的优待券 比如说是餐饮、SPA 或者是秀票的优待券 很期待到时候大家有没有人来参加 Whatever the background is or the ethnicity is I want to have a great casino experience 除了前面所讲的这些好处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在整个建案完工之后 将能够创造5亿500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 并且提供2900多个工作机会 而且最快两年内 就可以害观众朋友见面了 以上东西新闻李中瑶、叶宏志 在Termicula的采访报道